5位男星吃软饭,各个妻子是亿万富翁,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离婚。 娱乐圈里的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是很奇妙的,有很多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合,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受到粉丝的普遍祝福。 但是最后随着时间的发展,大家也开始真心地祝福她们了。 今天小编就要来谈点几位女强男弱的明星夫妻档。 第一队是郭可颖和林文龙。 其实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,估计还是比较猛的吧。 因为其中的女生如今已经退出了娱乐圈,但是在当时她还是很受欢迎的。 她也是因为结婚后,需要帮父亲打理家里的生意而选择了退出。 不得不说,女方的家里还是很富有的。 相比之下,男房就显得比较简单了。 第二队是王志文和陈坚红,相信大家对其中的男艺人还是很熟悉的,她也算是演艺界里的前辈了。 有很多的代表作品,也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欢。 但是她的另一半要更加的厉害,当时不仅是圈内的名模,而且还是一个大品牌的老板,可以说是完美女友了。 不少人还是很羡慕王志文的。 第三队是真子丹与汪诗诗,相信很多人对他们还是十分的熟悉了。 一个是舞蹈明星,而另一个则是珠宝富商之女。 可以说是明星和明媛之间的完美搭配了。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说真子丹占了蛮大的便宜。 毕竟汪家人还是有很大的财力的。 不仅取到了美交期,而且还得到了一些资金支持,可以说是人生赢家。 第四队是张东建和高小英,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家庭距离还是挺大的,因为女方的家里是做地产生意的。 大家估计都知道一般做房地产的,家里也是家大业大的。 所以女孩家里也是比较有钱的。 就有可能会让局外人以为男生是吃软饭的。 第五队是杨千花和丁子高,可以说当时两人公布婚训的时候,还是有很多人表示不太看好的。 毕竟女方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,在物质上面更是远远的优于男方。 不仅在唱歌上很有天赋,而且在表演上面也是很不错的。 。 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喜欢,但是男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工薪阶层。 不免会让很多粉丝觉得两个人之间在物质上面不是很搭配。 。 其实,不管男女双方的家庭条件是什么样子的,大多数时候,我们还是要选择那个在各方面与自己都相对视均利敌的人。 。 因为那样的婚姻可能会维持得更久一些。 不过也不可以否认的是,只要两个人之间有感情,都是可以跨越阶级与金钱的。 。 大家觉得呢?吃软饭的五位男星,真死当上榜,妻子都是亿万富翁,不敢离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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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